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正有喜 相亲开始了 周一到周六 每晚九点 真诚相亲 绝不作秀 欢迎过载热心电话 8805 8805 反正有喜 我们等你 他 清秀帅气 对自己的形象管理颇为在意 你每天出门都会打粉 换眉毛吗 会吧 我觉得我的外形的话还是挺不错的 女嘉宾繁复提出了怎样的要求 就为何遭到了她的多次拒绝 这个不行 今天愿意吗 不愿意啊 不愿意啊 出服我饮料 然后有一点小失望的 却因为什么 让她对男嘉宾的态度突然转变 最多几个 我那个要求还是比较高一点的 那个人还是感觉可以的 她小细节啊都挺注意的 幻觉为何这一般态度 这个的话我就很难接受了 挺失望的 也挺失落的 他们对感情的态度能否求同存异 我是太喜欢两个人在一起的 我还是缺乏安全感的这种 反正特年人这种 两人最终能否牵手成功 《凡人游戏》即将为您精彩呈现 爱情要争取 无爱不放弃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凡人游戏》 我是乡亲特派演员林欢 首先我们要感谢虫草青肺胶囊 对于本节目的赞助播出 秋天壳 冬天壳 气喘凶闷 请用虫草青肺胶囊 今天来到节目正问这位男嘉宾 非常的年轻 只有24岁 但已经有了一套全款的房子 可以说是年轻有为 这位男嘉宾还非常的爱打扮 相当的注意自己的外在形象 那么男嘉宾是谁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 哈喽 大家好 我叫周杨 来自重庆五龙 今年24岁 然后现在从事电梯行业 本期交友男嘉宾 周杨24岁 身高1米65 职业 电梯安装员 月收入7000到8000元 欢迎状况 未婚 生活中我对自己的穿着这些 还是很注重的 我觉得我的外形的话 还是挺不错的那种 但是在工作中的话 可能就不是那么的注重 因为工作中的话 可能会有其他灰和油这些 我现在从事电梯行业 从事这个工作三年了 一下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吧 属于 希望这方面的话 女嘉宾就不用担心了 我自己是属于那种荷包的吧 然后在自己女朋友的面前 就是属于那种很小孩子气的 但是有的时候 比如说和异性在一起的时候 我可能有一点那种大男子主意 我主要接受不了的话 也就是我的那一般 和其他男生出去玩耍这些 然后就是不告诉我 你就出去了或者怎么样 很爱吃醋的 我还是缺乏安全感的这种 在一个星期的话 最少也要三到四天待在一起吧 但是我希望我自己的女朋友的话 就是长相的话 就是偏小然后活泼可爱就行了 但是我要带得出去 也尽量带得回来的 如果光带出去了 带不回来那就没意思了 对吧 男嘉宾的时候要求 长相偏年轻 活泼可爱 好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这一晚的 凡有喜 我是情感观察员肥桃 今天的男嘉宾呢 说自己是一个非常讲究 形象的人 我也算是领略了一下 男嘉宾讲究的这个风格 穿着真的让我想起了 我年轻的时候 我青春期的那一年 那些穿着紧身衣的小哥哥们 在台上竞歌热舞的时代 这个打扮真的让我觉得 时尚已经倒退了二十年 如果讲究形象的话 我建议男嘉宾 多看一点现在的综艺节目 去学习一下 年轻人应该怎么样去穿着 另外一点呢 就比较雷人了 他给自己打了一点 打了一点混 一点混 而且还化了眉毛 如果说男生对自己呢 需要做一点修饰 我觉得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这个化妆的痕迹太明显 就会影响大家对你的这个判断 不过已经来到节目了 就听一下我们的特派员 对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吧 哈喽 哈喽哈喽 哎呀 好帅气的小伙子呀 不走不走不走 就站我旁边 知道我是谁吗 好像 好像知道吧 好像知道我是谁 电视团看过 哦 电视团 那你一直躲着我干嘛呀 你站定 一 二 三 你在看啥呢 地图啊 你在看地图干嘛呢 我从那边过来 我从那边过来肯定在地图 你已经跟我们会合了 咱不看地图了好不好 你站到我身边 你是要看我现在 没错 你站到我身边来 稍微安静一点 姐姐不会吃人的 站定 可不可以不动了 哎 对 非常可爱的一个弟弟 很年轻 二十四岁 好了 刚刚这么久干嘛去了 买礼物啊 买礼物啊 买什么礼物 是这个 一个小风扇 哦 我买了一个小风扇 我们看一下 哦 为什么要选择买这个小风扇 呢 说说热天嘛 还是风扇管用一点 说说就买这个 哎 但是我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哦 你是不是今天 眉毛化了 还打了一些粉略 湿粉袋了 是不是 对 你每天出门都会 打粉化眉毛吗 会吧 哎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习惯呢 反正出门玩耍啊 或者这些吧 就会的 就会的 你在自己的个人介绍里边 说到啊 自己特别没有安全感 并且特别喜欢吃醋 就是为什么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啊 反正特粘人这种 可能这些应该是女生做的 是吧 但是男生的话 可能这种较少 但是我相反 刚好是这种 你特别粘人 粘到什么程度 就是刚才说过嘛 就是一周的话 可能也需要三四天 在一起的 在一起 就必须要见到对方三四天 对对对 不然的话 可能特别没安全感 就是想啊 他会不会和其他男生 出去玩耍了 这些 我想问一下 不能跟男生走太近的 这个尺度是怎么样的 怎么样的行为 你认为过于近了 比如说就是晚上对吧 你晚上可以 晚上不可以 晚上 白天你说你去 不可以 晚上不可以什么 不可以跟男生出去玩 对啊 你晚上出去玩 晚上你就在家睡觉都好的 对吧 你白天的话 你就出去 爬爬山观光街都可以的 但是你晚上啊 那你的意思是 白天就可以跟男生出去了 晚上不可以 这个吗 白天的话 也不可以 闲闲闲可以 但是晚上的话 我意思就是说 晚上你更得 给我说一下 对不对 因为晚上 一个女孩子在外面 肯定不完全 更何况你和一个男生一起 几点钟叫晚上啊 六点钟之后都叫晚上 肯定是八九点九十点 对吧 那你会有意识到 可能过度的黏人 并且有时候太孩子气 是一件不是特别好的事情吗 对 我知道 但是 意识到了 对 有改正吗 会有改变吗 脾气的话改了一点 但是其他像黏人这块 可能没办法改 因为刚才呢 你去跟女嘉宾 准备礼物的时候啊 去了特别长的时间 就是因为女嘉宾 等太久了 她又去商场里边 逛街去了 因为你也知道 户外天气比较热嘛 她去里边就是躲下太阳啥的 女孩子嘛 喜欢逛啊 很正常 很正常 那你也稍微等一下 因为我得去商场里边 把女嘉宾找到 好吗 可以 然后我把她接到了 再带过来跟你见面 行 你就不要乱跑了啊 我躲在这里 我不动的 画一个圈都可以 虽然特派员说 女嘉宾在商场里面逛街 但这一切并不是真实的情况 那么特派员又为何要隐瞒男嘉宾呢 只要从一个小时前 女嘉宾做个人采访的时候说起 大家好 我叫马银林 今年23岁 现在在那个酒吧做资客 也就是接待这一块方面的工作 本期交友女嘉宾 马银林 23岁 身高印62 职业服务接待 月收入5000元 婚姻状况未婚 虽然我现在在那个酒吧上班 但是我认为只是一个过渡期 接下来的话 我会进行一个考学 想继续去学一下记者 这个想要她能够带给我足够的安全感 然后有自己的理想的工作 她能 不一定她会给我多少物质 但是最起码的是她自己的生活 要能够自给自足 然后不要妈宝兰 然后要做事比较暖一点 能够让我有小鸟依人的那种感觉 就像那个我男神白晶婷那样 只要暖心就可以了 但不要中央空调 然后我不建议你有异性朋友 但是你得保持固定的距离 超过了这个距离的话 我就非常的介意了 女嘉宾的走友要求 有安全感 有稳定工作 有主见 和异性保持距离 好 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女嘉宾也是一个励志girl 在夜场工作 但是一心想做新闻从业者 理想是当记者要去考这个记者证 但是作为一个资深的 做了十几年记者的人本人 我可以给你一点建议 如果是你要做外景记者 就是去电视台的话 那么你不妨现在有那么多的小视频平台 试着自己来报道一些新闻事件 来练习一下这个记者的基本功 如果你想做文字记者的话 那么真的是每个星期 至少要练两篇以上的这种稿子 不管你是写什么类型的 评论也好 或者新闻报道也好 事实上你要去大学里面学一个专业 它能教到你的东西 真的不如实践来得多 好像有点偏题 不过今天还是看好两位 因为我发现他们两个人 有一种迷之般配的气息 都是属于对生活充满了向往和美好 但是对自己的认知 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偏差的年轻人 开个玩笑 看一下两位的相处过程 我在看你的个人介绍的时候 有注意到一点 好像你有一个梦想 是希望以后能够当一名记者 是不是 对 想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但是好像你目前是在一家酒吧上班 然后原因是想要存钱 存够两万块钱了 然后是去上学 是吗 对 然后想就是这是一个过渡期间 然后想自己存一点钱 自己去考那个证 因为家庭条件的话 也不是太好玩 现在那个重庆有一家那个培训公司 他说有 我听我们那个同事说 你来得很早 但是你去逛上 那么经过了一番提前了解之后 女嘉宾对男嘉宾的初步印象 又是如何呢 我觉得他好像比我都还精致 打到那个粉底液 还有画的那些眉毛 再加上穿衣风格的话 不是我喜欢的内心 是哪方面不太是你满意的 就怎么个风格不是你喜欢的 我还是比较喜欢那种小男生一点的吧 休闲 对 差不多那种类型 但是要好一点 他那个穿的让我觉得大叔类型的呢 你觉得他穿的太成熟了 对 那这样 因为男嘉宾确实也等了很久了 然后呢 就是女嘉宾呢也一直没有出现 因为刚才他并不知道你是女嘉宾嘛 然后在这个时间我们就先过去见面 正式的认识一下好不好 哦 好 可以 哈喽 来 站起来吧 拿着你的礼物 来 我现在呢是带着我们的女嘉宾过来了 嗯 这边 女嘉宾过来了 没反应过来啊 哦 反应过来 后来知道她是女嘉宾过后 还是挺惊讶的 但是至于外形的话 还是长得比较可爱 挺好的 你之前看过我们女嘉宾的照片吧 看过 看过吗 戴了眼镜啊 戴了 哦 所以 所以其实你是没有认出 她就是今天的女嘉宾 没有 我觉得她那个人多老实的 然后明明看了这件照片 然后换了个眼镜 然后就不认识了 刚才呢 女嘉宾给了你一个 跟你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 她呢假扮成了编导的样子 先过来跟你沟通了一下 然后我们还会很担心 说因为你毕竟看过女生的照片嘛 然后会不会就把它拾穿了 结果看来是没有 没有 所以 你们说那个女嘉宾在逛商场对吧 然后我就 我肯定得打个掩护嘛 对不对 其实她全程就跟着我们在一起 那你等太久了 谢谢谢谢 刚才你应该也看到了 是一个小风扇 然后呢也是男嘉宾呢 特意去为你精心挑选的 一个见面礼 两点多了吧应该 我们去那边吃点什么吧 就是你打算想要吃饭是吗 对 正常女嘉宾的意见 缺车什么 都可以都可以 你安排吧 目前来看两人对彼此的印象还不错 那么这顿午餐能够让两人的距离再次拉进门 我现在就在那个 play house那边 然后做那个自客接待 自客接待 对 就是带客人到他那个位置上 然后在外面 然后问他有没有台啊 这些啊带他过去就可以了 你没有去过酒街吗 酒街不是是地名吗 我确定你没有去过江北那边 那边是一个酒街是那个 那边有很多酒吧 就是年轻夜生活的地方 不是特别喜欢我的那一班 然后在酒吧呀 这些或者开心呀这些工作 以后的话应该不会 就是最近几个月会在那里上班 那你对那个你自己的另一班有什么要求呢 他那个人必须暖 但是不是中央空调 这样我现在就说了 然后再就是 虽然我平时在那个生活中有一点那个强势 但是如果在生活中遇到什么大事 我希望他能替我做决定 然后不是说你什么意见呀 你想怎么做呀这件事 其他的就没有太大那个要求了 他说他性格很强势 但是我觉得性格可以慢慢磨合 两人现在的聊天还算是比较和谐 然而就当女嘉宾提出 接下来的这个问题时 这一切就开始发生变化了 我想问一下 你对那个一丁面有什么看法 不太坦白 一丁面在一块吧 我很多那次希望 两个女生在一起 那假如你女朋友 没有在你这边上班呢 比如说她以后在其他地方上班了呢 这个的话 如果我过去 她过来 有什么要问这个一丁面这个问题呢 因为我那个家很多 然后我之前有一段时间 是生活在山西那边的 然后我舅舅他们又在河南那边 然后我婆婆他们在湖北这边 然后我的话可能就要四处奔波 如果哪边 然后家人 就是如果考学之后 考到那个这儿之后 如果哪边比较好一点的话 家人安排工作在哪边的话 我就有可能要去那边 也是暂时不确定对吧 不确定在那里 因为你想做工作还 比如说不太问题 然后你就没确定在那里 对吧 对 有可能我要去外地里面 所以我问一下你对一丁面有什么看法 其实我提到我工作的话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可能去外地 但是其实有个前提就是 如果我喜欢那个男的 或者那个男的也喜欢我 我们是觉得可以走入婚姻殿堂呀 我是可以留在重庆的 就是我平时生活中 可能有很多那种不好的细节 就是爱吃醋啊 然后爱发一些小脾气 可能或者会 很两人 就是我们在一起了 然后我可能 整天两天就是 我来经常找你 你不习惯 或者是觉得 不想两个人在一起 有这种 对于这点的话 我是不希望我男朋友 去打扰我的工作的 我不希望我男朋友 出现在我工作的环境当中的 如果我能接受的范围 就是两天打一个电话 然后一个星期可能 出来玩一次啊 休息的时间就可以 其实前提是必须是 反正每一个星期 我是会抽出时间的 就是我觉得两个人 要有一定的空间 然后我不是太喜欢 两个人连在一起 往来也是我们那个婚后 也是要继续保持重要吗 还是知道 如果结婚的话 那是另外一回事吗 一周之内 差不多一两个电话吧 这个的话 我就很难接受了 因为我之前有说过 我肯定更多的是 希望一周差不多 能在一起 对不对 一周三十次吧 吃完饭后 对男嘉宾的印象怎么样 还可以吧 但是通过吃饭的时候 跟她对她的了解的话 中间有一些 可能不是太好 哪一些呢 第一个就是 那个男生化妆 然后我真的不能接受 就显得没有那个太娘了 没有男人位置 对 然后再就是她说 她比较喜欢连人 但是我是比较喜欢独立的 如果就是说谈恋爱 谈到一定程度的话 我可以接受一个星期多 见一两次面 这些还可以 再加上的话 她穿衣风格呀 这些都是 不是太符合我的 审美标准的 那听你这么说 来似乎对男嘉宾的印象 不是特别的好 那个人还是感觉可以的 做像吃饭的时候 给你加菜呀 这些我觉得都还可以 然后她小细节呀 都挺注意的 比如说用公款呀 这些都是挺注意的 看来女嘉宾还是对男嘉宾的穿着 和黏人的性格不太满意呀 那么男嘉宾是怎样的想法呢 感谢虫草 青肺胶囊 对于本节目的赞述播出 秋天壳 冬天壳 气喘 凶闷 请用虫草青肺胶囊 印象倒也是挺好的 但是就是在那个 见面嘛 每周我说 就是每周可能要见几次面 然后女嘉宾说到 可能也就大量是凉花嘛 这个可能 那个达不到公司点吧 其他的话都还好了 因为我觉得 我都是属于那种 爱恋人的了 然后更希望的是 多一点在一起的时间 来交流这些 并不是说 然后我们每天 就是同意两通两花 那跟一定年 其实也没到 多大的差别了 然后其他都还好 男女嘉宾见面之后 对彼此的第一印象 应该还是不错的 我们的女嘉宾 还过了一把记者影 去采访了男嘉宾 但是聊天之后呢 就发现 年轻人之间 还是有矛盾的 我们的女嘉宾 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女孩 她希望两个人相处 是要有空间的 最好是 两天才打一次电话 一周见个一回 就差不多了 真的是活活的 把自己在一个城市 变成了异地恋 对吗 但是男嘉宾就不一样了 她非常的黏人 最好是一个星期 有四五天都在一起吧 那是最好的 你上哪儿 我都可以陪着你去 那么这个亲密 无间的相处模式呢 女嘉宾是不能接受的 同样不能接受的 还有男嘉宾的 这个紧身衣 这个穿着 还有她的擦混 画眉毛 这些习惯 也是让女生觉得 很难以接受 所以我就说 真的一个男生化妆 打粉 画眉毛 做得太明显之后 女生真的很难接受的 那么现在男嘉宾 是否愿意为了 我们的女嘉宾 进行一些改变呢 然而就当男嘉宾 正在和编斗沟通的时候 女嘉宾这边 却又出现状况了 我不知道你们 什么时候能接受 接受这个 因为我那个四点多一点的话 我那边有事情 因为驾校要约了体检了 这样能不能接受 四点多你要走 对 之前没有听你说呀 因为这个 我以为会拍得很快嘛 编导现在几点了 三点半了 现在已经三点半了 然后你是四点几要走 最迟的话四点半就要走 最迟四点半 也就是说 最后只有一个小时的 沟通时间 对 哇 老实说啊 因为比较突然这个事情 然后呢 时间肯定是稍微紧张了一些 你非走不可吗 能不能调一下 当然啊 这个是我跟人家约好的嘛 然后不好调 因为之前就一直调 一直调 调到今天 然后后来 之后的时间 我也没有时间 去做那个东西 那这样子吧 一个小时 那我们抓紧时间 好不好 因为刚刚你也提出了 对男嘉宾好像有一些 不太满意的地方 那我们争取在这一个小时之内 把你所认为不满意的地方 看看能不能解决 好吗 好 可以 因为之前我没有跟那个编导他们讲 然后说我下午有事情 然后这一点 然后让大家都挺为难的 就在这里非常对不起 然后大家给大家先道个歉 因为然后跟男嘉宾相处的时间也非常的少 希望他不要介意这一点 现在有几个问题 想要跟你沟通一下 这个问题呢 也是女嘉宾刚才跟我提出来的 就是对你的一个感受 想不想听 想听啊 其实呢 女嘉宾 总的来说对你的印象还是不错的 就是你人呢 也挺细心的 也是一个暖男 包括刚才吃饭的时候一些细节 做得非常的到位 这是对你的一个认可 但是呢 他提出了有三点 他可能觉得不是特别认可的地方 关于你会有化妆的习惯 他觉得他不太能够接受自己的另外一半 每天出门 要打粉底呀 化眉毛呀 这个样子 这一点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改变 或者说你是怎么来看这个问题的 我觉得的话就是出门的话 肯定要注意自身的形象对吧 然后眉毛 我看一看 我仔细看看 眉毛也还好 如果谁觉得眉毛有缺 你可以现在纹眉技术这么发达 真的有很多男生 也开始会闻一些眉毛 那如果未来确实觉得眉毛那个不是很好看 它适当地去闻一些你介意吗 这个不介意 这个不介意对吧 因为这也算是一个半永久性的一个项目嘛 好不好 那这点咱就过了 然后第二点他不太认可的地方 可能就是今天你的穿着打扮 他更喜欢的是休闲风格 然后他觉得你今天穿的可能过于正式 过于老气了 我想问一下今天的着装是特意打扮的 还是平时就是这样的风格 平时就是这样吧 那你会有穿休闲装的时候吗 有啊 比如说卫衣啊这些啊 反正都会的 但是如果你在生活中你一起玩的话 我就希望你穿的 然后不要 反正不要穿紧身裤紧身衣之类的 还有不要那种 就是短袖衬衫啊 这一点我不是太喜欢 凡是衬衫你都不喜欢短袖的 对 我比较喜欢你 要么你觉得穿的那个正式一点 正常一点的 那百配啊 然后要么就是那个衣服 你穿休闲的 你就一套穿休闲的嘛 现在女嘉宾说对我的穿着外形 然后他给出了很多的评价 给我指出的我的不足的这些 所以说还是挺感谢女嘉宾的 哦 他可能觉得今天这个衬衫 很滑对吧 它有那种点儿你知道吧 那种踩点儿在上边 没事 我回去过后我把那个 那个点啊 我用那个把它燃了 如果不喜欢的话 我可以然后去 然后看一下你有什么喜欢的那种 然后可以尽量地去做尝试 对吧 哦 如果那个时间允许的话是可以的 哦 哦 对 刚才讲到时间这个问题 时间问题嘛 对对对 我跟你说一下 刚刚有个突发状况 我们也是才刚刚得知的 就女嘉宾呢 她四点半必须要走 她有一些急事要去处理 刚才我们也尝试挽留 但是她说好像事情确实推不了 所以三点半到四点半呢 其实就一个小时的沟通时间 那这可能得需要 你在这一个小时看看 尽可能地表现好自己 后面听到女嘉宾说 还有一个小时她就要走了 其实当时的心情真的挺失望的 也挺失落 其实还是想多一点的了解的机会 我们现在的话因为时间有限 我们可能女嘉宾那边有事 然后就有点解释嘛 我们现在的话更需要的就是去 展现另外一个 对对 我去换一下然后对 那个男嘉宾说他主动提出来说 他要换装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当时还是挺开心的 他愿意为了你去做那个 为我做改变嘛 我觉得我再提出一点 补充一点 我觉得可能女嘉宾也会更喜欢 我建议你一会儿去卫生间 把脸洗干净 好不好 我们今天那个素颜见人 好不好 这个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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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画了眉毛的 然后觉得会花的 就是拿水直接洗啊 我有每天化妆 我还不清楚吗 洗得掉 我帮你擦干净 当然就看你自己自愿 我只提出了这么一个 一个我的想法 当然我是因为觉得 女嘉宾可能会喜欢这样 但如果你不愿意呢 我们也尊重你的意思 好不好 反正你自己选择吧 行吧 这个不行 就是今天不卸妆 今天我卸啊 我回去我就卸啊 但是我现在不会卸的 因为我出门 我都会注重自己的形象 外在肯定 对我自己说的话 很重要的 那行 那我们就尊重你的意见 好不好 我觉得他那个人 还是比较坚持他的原则的 我跟主持人在过程中 然后让他多次卸妆 然后他都比较坚持 他自己的原则 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是出乎我饮料 然后有一点小失望的 感谢虫草青肺胶囊 对于本节目的赞述播出 秋天壳 冬天壳 气喘凶闷 请用虫草青肺胶囊 你看一下吧 你觉得哪些伙子的话 我去试一下 你自己喜欢拿 你自己拿呗 虽然男嘉宾坚持 不愿意洗掉妆容 但愿意为女嘉宾换装 那么重新打扮之后的他 又是否能博得 女嘉宾的好感呢 穿过这么短的裤子 真的 你不喜欢穿短裤 对对对 但是如果说实话 洋气了 也变帅气了 而且你才24岁 这个短裤为什么不穿呢 这短裤又没有什么 没有穿搭配过 我真没得到 对就像你尝试嘛 你现在可能看不惯 是吧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你这样穿的话 比之前分数长得 不是一点点点的 我觉得都好看了 你可以以后自己尝试一下吗 那你现在准备打多少分 你刚才如果不是长了很多分吗 从60长到90 现在是不是该长到100了 这样嘛 我问你啊 见面的第一印象 该打多少分 满分是100打多少分 60吧 我常打扮是60 对最多几个 我那个要求还是比较高一点的 好 那现在这一套能打多少分 90分嘛 哎呦 一下长了30分 那如果说今天见面 第一眼他就这么穿 你看到第一眼是这样的 那会不会印象分好很多 对 第一印象的话 我觉得这样穿比较阳光那一点 比较阳光好看一点 趁多他这个人也好看 本来底子都不错嘛 就是穿着方面有一点那个问题 我还是觉得我现在好看一点吧 可能这就是一种自信了 那你看这一套你是想要还是 就是说还是换自己以前的吗 如果想要的话就穿这一套直接出去嘛 因为我还是喜欢我之前的那种风格 只能说我会 后期的慢慢改进 觉得我当时应该是比较那个失望的 因为我以为他会 就当时为我做出改变 可能是比较心急吧 这一点 刚才男嘉宾换装完以后 对他的印象怎么样 我觉得他那个换装之后 是真的还可以的 然后改变是 分数的话就真的很不一样 但是我问他要 继续这个风格还是换一种 他说还是喜欢圆的那种 然后再加上他之前也是坚持 不卸妆啊这些 我觉得他性格方面 是比较固执的那一款 跟我的话可能是不同路的人 你觉得他不太能够接受改变 是不是 对 但是你觉得你更多是希望 他能够去改变这些东西 对 我希望他是能够改掉他那些 我不是不能说是缺点嘛 但是别人善意的建议 我觉得他应该还是 应该接受一些 我想看看他 到底能不能卸一下 他的妆 想不到 所以你对这个其实还是 更希望能够看到 真实的样子的 对 那这样吧 因为这一点呢 刚刚我也有问过他 你也听到了的 他可能不太想要再欣赏卸妆 那要不然一会儿 你再去问一次他 好 好不好 你是对刚刚那一套 不是太满意对吗 自己不是太满意 那你以后愿意问 假如是为你女朋友改变吗 愿意啊 为什么愿意对吧 我们都觉得那个挺好看的 你为什么还是喜欢自己的呢 因为我觉得的话 这个我肯定要慢慢地改变 对 我现在的话 我挺喜欢我这种风格的 但是我会为了 如果我们在一起了 我会去做改变的 假如让你今天 还是继续之前那个话题 想看一下你素颜 你今天愿意吗 不愿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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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我们特派员的解释之后呢 我们的男嘉宾是愿意换妆 但是卸妆是坚决不同意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制念 一个男生呢 如果你真的想显得自己状态很好 我的建议是 平时做好护肤工作 你就会看起来 非常的神采奕奕 因为毕竟不用像女生一样 天天化妆 反而对皮肤是一种侵害嘛 另外就是你觉得眉毛不够好看的话 真的找一个手艺好的师傅闻一闻 在这个项目上 我觉得你可以带上女嘉宾一起去做 她的那个方形八字眉 我也觉得是很多槽点的 这个问题呢 其实很好解决 但是换装之后 我们的男嘉宾 我真的发现你的这个审美啊 可能跟时代之间有偏差耶 你看看 你穿那个宽松T恤以后 我觉得整个人真的帅了好多 女嘉宾都眼前一亮 大家注意一下她的眼神 但是我们的男嘉宾要做自己 那才是最帅的自己 所以这个宽松的帅的衣服 我是不喜欢的 我是要放弃的 真的现在的年轻人呢 就是我为你洗一下脸 换一件衣服的牺牲 我都不是特别愿意做出 那么如何能够长久地相处 真的是一个难题 男嘉宾对自己的衣着和妆容 都非常的坚持 然而这一点 已经让女嘉宾有些失望了 在女嘉宾必须要离开之前 男嘉宾还能再次挽回自己的形象们 我觉得那个我们之间好像 有很多就是不同点嘛 然后我觉得你这个性格的话 比较有一点固执 你觉得呢 固执是在哪方面呢 就是你比较坚持你自己的原则 这些 如果有性在一起了对吧 性格这块可以慢慢磨合的对 那为什么今天在换妆呀 或者是卸妆这方面 你有你自己的坚持呢 是因为上节目原因吗 不是因为上节目的原因 主要是 因为我平时生活也就是这个样子 对 我除了可能在工作中不是这个样 因为工作中我不可能 我去换一身装啊 或者再穿一身这个 我去按电梯对不对 因为坐电梯这个行业是挺辛苦的 所以说有的时候也特别的脏 也特别的累 所以说只是在平时工作中 平时生活中我会像这样 然后至于你刚才说到 我为什么现在不愿意改变对吧 我刚才也重复了很多遍 我就是说 我会在之后的生活中 我会慢慢地改变自己对吧 然后活成 理想要的样子 我不是说要你活成我想要的样子 我觉得是你自己 在有些方面的话 自己给自己一个改变嘛 因为很多东西都是要自己去尝试的 因为那个今天那个时间 我这边可能有一点来不及了 我要先走了 你看如果有兴趣了可以下来嘛 然后继续尿一下嘛 因为我今天刚好也没有其他的事 你要去体检对吧 我可以陪你过去啊 对 现在也这么晚呢 他说他要送我去 这一点的话可能在之前 他没有太在意 我就跟他讲过 我说我不 不是太希望我的另一半 到我的工作环境当中去打扰我 去送我怎样的 这一点的话 我跟他之间可能分歧 还是有的 还是存在的 这个倒不用了吧 因为我比较喜欢做什么事 都喜欢自己一个人 就当别家了 对 我觉得 先暂时不要了吧 女嘉宾突然拒绝了 其实还是有那么失望的 欢迎拨打热心电话 8805 8805 欢迎拨打热心电话 欢迎拨打热心电话 刚刚跟他聊了一下 我觉得我们之间 还是不是太合适嘛 然后又因为今天 我时间比较赶的话 我看我可不可以先走了 提前走 就是你想要 现在就结束录制了是吗 终止相亲了 那你看这样好不好 我们去跟男嘉宾说一声 因为如果确实你觉得 还是不合适 感情的东西也没法勉强 然后我们呢 也是会尊重嘉宾的意见 我觉得的话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也不是对我有 太多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没有 就不用跟他讲了吧 我就先提前走了 是这样子的 因为你们今天 只见面了几个小时的时间 你要说这几个小时 你要让一个男生 有多喜欢你 或者有 就是对你多有感觉 这确实不是一件 特别现实的事情 对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觉得没有演员 或者怎么地的 还是可以跟别人说一声 就你连说一声都不愿意说吗 我觉得没有那个太大必要吧 因为有时候细节决定 决定那个成败嘛 我看他好多地方的话 我觉得好像 没有不会达到 我那个择有标准 我觉得就是这样 跟他讲的话 也比较尴尬 也就拜托你们跟他讲一声 然后跟他讲 谢谢 好 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 我是情感观察员肥陶 两位没有牵手成功 而且我们的女嘉宾 是非常着急地离开了现场 在这里呢 我要给女嘉宾一点建议和意见 这个意见先说吧 就是我觉得你在今天 整个节目录制的过程当中 有一种迷之自信 有一点点说不清道不明的优越感 我不知道这种优越感 是从何而来 也许是来自于你的这个理想 当一个人的理想 有了光环之后呢 你就会觉得 我的内心更加的自信和笃定了 包括你会跟男嘉宾说 将来想到处走走看看 全国的有亲戚的地方 都去住一住啊 去见识一下 广阔世界去打打工 听起来呢 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 文艺青年式的美好 也可能是想太多 但是呢 关于你的专业 我还是要再啰嗦两句 因为我听到编导跟我讲 现在有人让你去读一个 什么记者专业 要花两万块钱 首先我提醒你 没有什么叫记者专业 只有新闻传媒方面的专业 第二是不是要花两万块钱 这个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如果是自考方面的话 真的几千块钱就可以搞定 没听说过 要花两万块钱 去读一个记者专业的 最后我一定要提醒你 所谓的记者证该怎么考 你一定要先进入一家 正规的媒体 比如说电视台 比如说报社 因为只有这样的正规媒体 才有向我们的新闻出版署 送考的资格 你才能够去参加记者考试 才会得到这个证书 任何一个外面的办学机构说 你在我们这里学 学了送你去考试 那肯定是有问题的 真有这个理想的话 拿起笔来 拿起这个镜头来 先训练自己 而不是光想着 我靠读一个书 就能当一个合格的记者 但作为一个24岁的男生 我们的男嘉宾 靠做技术工 这样的一个工作 能够达到一个月 七八千的收入相当不错了 而且还有全款的房子 也看得出来家境不错 爸爸妈妈也很宠爱你 但是关于这个时尚的问题 真的是重新去认识一下 在网上去多看一些 真正的时尚资讯 看一些综艺节目 看一下现在的年轻 那些年轻偶像 比如说我们的TF Boy 他们是怎么样穿着 怎么样打扮的 还有一点 一定要其实你别化妆 真的很怪异 不会给你增加 任何一点点的美感 全是扣分 今天的男女嘉宾 最终是因为性格不合 而导致最终的牵手失败 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节目组都希望 他们在后续的日子里边 能够遇到属于自己的有缘人 好了 节目到最后 还是要感谢一下 虫草清肺胶囊 对于本节目的赞助播出 秋天壳 冬天壳 气喘凶闷 请用虫草清肺胶囊 节目最后口号要喊出了 爱情课争取 为爱不放弃 凡人游戏 我们等您 汤 相貌娇好 冷酷面容 对于初恋 有较高要求 我渴望一段小月恋爱 但是仔细都没有余的 希望对方能够 比较帅一点 然后长得比较高一点 汤 高大帅气 背景离乡 来到重庆 想找温柔女生 长得漂亮 然后身材好 温柔一点 两人一见面 互有好感 越是接触 男生越是质疑 怎么可能没谈过恋爱 他有点不开心 态度也是冷为冰的 玩笑啊 面对男生质疑 女生说出自己的不满 去吃饭的那家餐馆 我觉得 我不是很满意 两人